來看到台北市有一名科技業的工程師 他在母親節前夕去KTV唱歌 但回家的路上呢 就被警方給攔了下來 就是因為他口袋裡面 突出了一根很長的電子煙加熱棒 懷疑他是持有違禁品的 盤查之後呢 果然是找到了大麻煙油 必須以毒品罪移送法辦 哭泣男子並不無辜 因為他藏毒 那去哪邊 他不 他也不好去加 警方懷疑這名成熙男子抽大麻煙 沒想到他先說自己台語不好 但遠景該講中文他也跟不上 看似狀況外 卻對持有毒品的處罰門檻 做夠功課 警方查扣大麻煙油和加熱棒 就是因為這根加熱棒太長 放褲子口袋還跑出來 才被釘上 建成男獨自步行於此 行跡可疑 遠景查局有益 睡前難查 遇到就面對 我知道 你知道這一拜是母親節 對 我知道 母親節前夕被抓 這名沒有前科的工程師 忍不住熱淚 還得遠景安慰 他不只背負毒品罪 將來恐怕會送樂界 記者綜合報導 好 της工程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